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个位置上最爱口篮的五位球星 他们组一队 篮花都要口怀 有哪一位是公认扣将 又有哪一位出乎你的预料呢 恐球后位 拉塞尔雷斯布鲁克威少是现役联盟排名前五的空位 他暴力输出型的打法 连来不少本丝的热衷 而他最暴力的表现手段 就是战斧批扣 据数据统计 在常规赛中 截止上个赛季结束威少打了748场比赛 竟然完成了481次扣篮 场军进0.7个扣篮 这实在难以想象 是来自于一个1.91米的空位 在这两个赛季 由于球队需要 威少更多的承担了组织队友进攻的重任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人得分 扣篮此数有所下降 但相信在下赛季开赛不久 威少的生涯扣篮数就能突破500大关 人有神规的能力 从来不需要质疑 得分后位 得雷恩雷的说起分位上的扣交 球迷会想到乔丹 科比 而规定到现役球员中 球迷们首先想到的是文斯卡特 但小编在这里不得不说 符合今天最爱扣篮的分位 其实是维德 维德同位少一个风格 暴力行后卫 巅峰时期的维德 一言不合就格 扣篮乃乔 大漫霍华的 抢断绝杀公牛 虽说如今的维德一个赛季 只有为数不多的锦次扣篮 但只要他冲起来 铲边观众营就会起身期待 在2016年3月4日 维德勒在对战太阳的比赛中 依次双手抱扣后 成功超越曼克尔乔丹 成为NBA历史上扣篮次数最多的后卫 小前锋 勒布朗詹姆斯詹姆斯是史上最权能的球员 各种得分方式样样精通 然而最受观众喜爱的 还是专属于勒布朗的战俘批扣 在NBA历史上扣篮次数榜单上 排名前五的几位大神里 只有勒布朗一个非内线球员 他的扣篮极具美感 如今即使已经年过三旬 但现在即保持场均依扣的数据 仍绰绰有余 大前锋 安东尼大维斯农眉安东尼 如今以成仗为全联盟最棒的内线球员 得分方式逐渐全面 颇有当年狼王的风采 而在本赛季结束后 农眉已经得到919次口篮 而这919次口篮 使用了410产比赛就打倒 场均2.24个 毫无疑问当选限率球员中大前锋位置上的口篮王 中风 德怀特霍华德或许近些年来 随着魔兽霍华德辗转流浪 状态起伏 人们对于他的关注度已经减少 相比于他在魔术的巅峰时期 如今霍华德自身的经济状态也有所消滑 近两个赛季的石家球中 也很少再见到他的飞行口篮 但有一项数据不得不说 霍华德的口篮 次数目前已经排在历史第二 仅次于那个靠口篮就拿了8500多分的大鲨与奥尼尔 霍华德的荣誉还是值得肯定的 或许站在球迷的角度来看 扣篮对于这几位球星 就像是家常变范 已如反掌 然而 对于球星自身来说 每一次实战中的扣篮 都是场下无数次训练的心血与汗水换来的 当他们在把球扣进篮筐后 怪露后 会得到全场宽护 那都是对他们勤奋训练一次又一次的表彰 业意 3 3 5 5 外 4 5 1 2